英王傅昌手下的武士 把圣家父子三个人捆好了 推在天王殿的殿阶之下 然后呢 掩埋死猴擦干了血迹 把桌杆撤下去收拾好了 英王君臣归座了 艳朴就跟英王说千帅呀 飞鸟出入于青云之际 尚似汪宫而设置 何况处于听吴之间唐阶之下呀 千岁 想当年晋文宫的父亲内祸于利基 外祸于梁武东关武二人 害死了长子身生 从而周游列国十九年 后来崇尔到了楚国 楚王款待于他 楚王就问崇尔 我带您这么好 将来楚国和晋国打起仗来 您应当怎么样啊 崇尔说了 大王放心 我当退避三舍 一舍三十里呀 我退让九十里 楚王点了点头 可是楚国的老将程子豫就劝楚王 您得把崇尔杀了 楚王不干 后来晋国楚国大骄兵就逼死了老将程子豫 崇尔显一显就把楚国给灭了 千岁呀 你想一想此事应该如何办理 阎王傅昌傅宝 臣一听有理 就得杀 所以伸手有打按下抽出斩令 三宫的头一宫 银海量站起来了 千岁 圣陶然乃天下贤士武林中颇付盛名 仅因杀二侯便已杀三命抵偿 是不是太过了 天下人会议论 说千岁因处而杀人 岂不轻人而贵处吗 这样得不偿失 还请王爷三思 也是 这傅宝昌啊 就是耳软心活 他认为燕谱说的对 听这三宫头一宫银海量一说 他一想 不是就是达四俩猴吗 我就把圣于圣陶然父子爷仨杀了 这样不尽人情 杀不得 王爷正犹豫呢 立弹侠大帅唐桂林站起来了 王爷 想当初鸿门宴上 范增三次举玉绝啊 可相宇不杀汉王 结果怎么样啊 汉王五年灭处 逼得相宇失败在乌江自稳 千岁 君士之言 乃金玉之声 放生玉等于把江山拱手相让啊 刚说到这儿 三宫中的二爷陆海明站起来了 王爷 谭大帅说的很对 但是 圣陶然乃天下人亡 杀之恐伤天下贤士之心呢 自古以来 得民心者得天下 失民心者失天下 康熙皇帝 临朝主政 文修五倍 把天下治理的路不时宜 也不庇护 强无凌弱 众无报寡 可以说 河青海燕 有凤来仪啊 千岁 您现在在建山蓬莱岛 是个弹丸之地 民心未复 您用何物 来争这江山设计啊 倘若再失去民事民心 江山就无望了 王爷听这个说的有理 听那个说的也对 傅宝臣可就举棋不定了 水军傅帅 于便于子江站起来 王爷 我看不如在公文外 立下三张六的大杆 把圣家父子三人 装在木笼之内拉上去 夜晚派人看守 不让他们逃走了 你我君臣在意 好吧 就按于傅元帅的话办吧 武师奉命 立刻就立起大杆了 就把这圣陶然父子三个人 装到这装猴的木笼子里头 用这大绳子 把这木笼子拉上去 派人看着 君臣该吃饭吃饭 该睡觉睡觉 老庄主被装在木笼之内 极目远眺 能够观看整个剑山鹏来倒啊 天黑了 圣陶然圣秀灵园 能何眼吗 这一宿心中难过 父子爷仨 无话可言 到了第二天 清晨起来 突然间 宫门外一阵大乱 就听见 兵丁高声寒嚷 段家政 三千岁 左邻山中 前来探视 圣陶然听见了 儿啊 你们的舅舅来了 就好办了 这是怎么当的事啊 书中暗表 自从圣陶然 带着两个小侠客 灵园圣秀走了之后 石永杰明辰明道远 就带着人 严守天险庄 等着呀 中午爷仨没回来 到了晚上 父子爷仨还没回来 天骄二骨了 两位老侠可可真急了 赶紧命人到内带 请出老安人 哥俩就迎到台阶之下 跪下磕头 小弟拜见嫂嫂 嫂嫂一向可好 老太太叫婆子 把他们哥俩掺起来 二位贤弟免礼 有事吗 二位老侠就把老太太 让到书房坐去 老安人又问 二位贤弟把玉嫂换出来 有什么事吗 石永杰就把圣家父子 进剑山蓬莱岛的事情说了 嫂嫂 不知您有何妙策 能救他父子三人回庄啊 老太太叹了一口气 就说出了 段家跟英王 和英王当初结败 立自举这层关系 哦 石永杰跟明照也明白了 看起来 只能去段家庄 让段弘亮 凭一纸文书进山 搭救圣家父子了 两个人 给嫂子又试一礼 嫂子 您进去安歇吧 我们明天就奔段家庄 老太太含着眼泪走了 时间不大天亮了 二位老侠可爷 要奔段家庄 去请段弘亮 就在这时候 东庄门的庄丁进来了 二位老侠 太原府小王家驼 银面仙缘 铁壁昆仑 老侠可识金生 带着神刀手皇制 红桃仙子 郝文俊来了 哦 好 快快有请 老哥俩跟着家人 来到东庄门一看 正当中 站的是石老侠 首年寅然 笑容可举 肩下是神刀手皇制 这个皇制 是段弘亮的亲师弟 两位老侠可爷认识 这边奸下 十分俊美的 一位小侠可爷 正是红桃仙子 郝文俊 这眼仨怎么来了 因为老侠可爷 石金生 是西方侠 渔城渔洞海的好朋友 自从年更要出京之后 建山蓬莱岛的人 盗金牌 刺杀钦差 都没得手 石金生 老侠可爷 一直跟着忙活来了 给同林帮了不少的忙 现在呢 石金生 要听说 同林 保着年更瑶 到达建州了 要平灭 建山蓬莱岛了 石老侠知道 同侠可爷用人 所以带着徒弟 王桓万芳 前来帮助海川 正好经过东方庄 看看老朋友方魁吧 在这儿呢 就遇见神刀手皇制 这皇制呢 还带着红桃仙子 郝文俊 这个红桃仙子 郝文俊 那是青出四大名剑 头一位镇骨侠 董谦董花一 在高丽营收的高头啊 小侠可爷呢 跟着皇制呢 也是要去帮助海川 既然都想去见同林 那就一块走吧 一儿几个 任道登途 到了成都府 来到公馆门前 请门君望里通兵 老少群侠 全体出营 大家见面彼此实礼 咱们叔就不说废话了 然后把这爷儿几个 请进拆官房 同林同海川的 生死之交的老哥哥 镇东侠侯廷侯阵远 马上进去 禀报钦差大人年耕摇 因为年耕摇呢 有同林的两位老恩师 二位道爷给送回来了 年耕摇一听 石金生老侠可来了 来呀 有请 老少群侠陪着五位 来见年大人上千十里 年大人呢 请他们落座 献上茶来 就把自己丢失海川 夜谭建山的事说了 石金生可得急了 大人 公管需要人 我就把王桓万方给留下 正好我们三个人 也没什么事 我们呢 立刻动身到紫霞庄 想办法进山 寻找海川 好吧 石老侠客 要能去一趟 我是感激不尽 大家伙有打上房下来 石金生就把俩徒弟 万方王桓留下了 跟着神刀手黄志 还有红桃仙子郝文俊 三个人 够奔紫霞庄 等到了石永杰 明臣的家 一叫门 石小三把门开了 老侠客一问呢 石小三就把事情的经过说了 得累 您三位啊 要见二位老侠客爷 您就够奔天险庄 段弘亮的师弟 神刀手黄志认识啊 头钱带露 就陪着石金生 红桃仙子郝文俊 来到天险庄 东庄门了 咱们叔 以简洁为妙 二位老侠 出来迎接 把话说清楚了 把这三个人带到客厅 石老侠呢 也把事情一说 石永杰 跟明臣明道远 就把圣桃人 进山寻探 想请段三爷 凭一纸文书 进山救人的事说了 石金生一听 二位贤弟啊 陶然宫不在 你们可千万别离开 我们一人仨 马上 勾奔 段庄 这石永杰 明臣也愿意 如果要不是 石金生 他们三个人去 石永杰 跟明臣要走了 这怎么办呢 所以这两位老侠挺高兴 那老哥哥 您就辛苦一趟了 这样呢 石金生 神刀手 黄志 还有红头仙子 郝文俊 就来到段家庄外了 请家定忘礼 通病 时间不大 庄门开放 段弘亮 亲自出来迎接 黄志呢 先给师兄行礼 然后给石老侠 郝文俊介绍 段弘亮呢 就把大家请到客厅 石金生 就把圣陶然的事都说了 先帝啊 你赶紧拿一纸文书 入剑山 救他父子吧 好 理应如此 事不宜事 我现在就走 老哥哥 小弟我走了之后 家中知识 就拜托老侠 您照料了 你放心 于兄 理当效劳 段弘亮 可不敢怠慢 赶紧吩咐 家定准备 船只到内宅 取了文书 到了庄外登州 小船急行四箭 冲锋跑浪 就来到了青龙闸外 这水城上的庄定 一看三千岁来了 赶紧往里通病 时间不大 嘎啦啦啦啦 竹闸就起来了 尤打里边 冲出一条大船 上边 正是谭贵林 谭元帅 带着三公 银海亮 陆海明 金海兽 四十八名 棋牌 二百名 兵丁 排班战力 谭大帅 看尽段三爷子 赶紧命人 搭好跳板 请段弘亮 上来 段弘亮 回头 嘱咐小船 在这等候 谭天 跟三公 马上贵岛行礼 拜见三千岁 那没得说 因为段弘亮 跟鹰王千岁 是磕头的把兄弟 段弘亮急忙 用手相掺 谭大帅 三公 请起 段某可不敢当啊 三千岁 您请 船打掉头 进了闸口 到了船屋下船 稍微休息一会儿 直接购问天王殿 段灯 段弘亮 离着庭院 就看见了 宫门口的标杆之上 木龙之中 圣家父子 三人被控 段弘亮 这时候放心了 心说只要活着 我这一纸文书 就得管事 进宫门往里走 直到天王殿 英王傅宝臣 带着文武全臣 降阶而迎 三弟呀 你想死孤王了 树谷迎接来迟 段弘亮 抢行几步 跪倒行礼 二哥呀 这么多年 每一只眼神尺左右 您身体倒好啊 三弟呀 你起来吧 托福托福啊 二哥我还不错呀 你请进殿吧 文武官员 众星捧月 陪着英王 跟三千岁 来到殿中 群城跪倒 磕头 拜见三千岁 段弘亮 用手一指 众家请起吧 然后 段弘亮 落座了 英王傅常 看着兄弟就高兴啊 三弟呀 这些年 你可疏远了 玉兄啊 今日 网驾至此 必有所为 有话就说吧 二哥呀 今天 清晨 我七十岁的姐姐 找到小弟家中 他说 王爷把我姐夫 和我外甥 请到山中 来赴英雄会 一天 也不见回转 叫小弟 我到山中看看 可是我刚才 看到姐丈 和外甥 都在木龙之内 不知他们 父子三人 身犯何罪啊 英王傅常 低头 沉吟了半场 然后 抬起头来 三弟呀 我就问你 一句话 你愿意 哥哥我成事呢 还是不愿意 哥哥我成事 二哥呀 我当然 愿意 二哥您成事 好 那我就 谢谢贤弟 兄弟呀 圣老庄主 奉约至此 我是以礼相待 不想两位少庄主 在天王殿内 打死双猴 依照文武 群臣 要把他们父子杀了 姑是不忍心 落个害贤之名 才将他们父子 吊在标杆上 贤弟呀 你既然乐意 欲凶成事 怎么办吧 连你 带圣家父子 全都别走了 就在建山 辅佐 为凶吧 你我弟兄 也能 长相聚首 啊 啊 段弘亮一听 这是英王傅宝臣 跟我说话 这一定是有人教的 新说 二哥爷 不是在我们家门洞里 附近要生小孩啊 啊 现在你这么跟我说话 段弘亮有心翻脸 又一想不成 我得慎重 段弘亮一笑 二哥 大清朝 以笑意志天下 我两个外甥 打死两只猴 您就要杀他们父子三个人 三条命 敌双猴之命 二哥呀 这件事要传到天下人的耳头里 天下人可要议论您 说您把人命看成草剂 您想一想 我姐姐年玉古兮 一门一旅 望穿秋水 惦惦两个孩儿啊 我姐夫诺大年纪 既然奉约前来 不想命 丧在剑山 天下闲事 果足不前 再说 您也知道我姐夫十凤刚强 即便辅阅加深 让他投降 他是宁死不肯 如果 慢慢的劝他 我看 倒有伤令的余地 二哥 前者您给小弟一张自剪 断灯 远凭自剪 换我姐夫 跟我外甥 使其夫妻 母子团聚 以乐万年 望求 兄长 允闹 我断洪亮 就感激二哥的 大恩 大德 说到这儿 断洪亮伸手把字句 掏出来 望上一城 鹰王笑 贤弟啊 你可太认真了 说着呢 就把自剑接过来 拿过自剑 一看内容 不由的就想起 当年福晋要生孩子 较天天不语 较地地不应 身风绝地 要不是三地断灯远柱 恐怕 我们银儿几个 就得死在沟壑了 能有今天吗 再说了 孤王要是有德 没有生育 我也得天下 孤王要是无德 有十个生育 也是一败涂地啊 断洪亮 是我一家人的救命恩人 岂能失讯于他呀 再说 他谈的也是正理 圣陶然天下贤士 武林敬仰 打死双猴 让他们父子三人 性命敌偿 与理与情不合 手下群臣 这不是献我英王 父宝臣于不义吗 其实呢 他就忘了 他就忘了 艳朴 艳云峰 大帅 谭桂林 为什么要杀圣域 有他们挡着 没法出去 英王这人 耳软心虎 他怕 对不起 三爷 段红亮 来呀 把圣老庄主 父子 耶稣 请下来吧 大帅 谭桂林 没办法了 只能按照 英王的话办 一会儿的功夫 武士 就把这 耶稣 推到天王殿 老庄主 还道歉 二倍困的呢 他看见段红亮 庄左没看见 眼望英王 傅宝臣 王爷 您遇害我圣某意思 杀寡存留 细听尊便吧 英王赶紧站起 身形一报权 老庄主 我委屈您了 三弟红亮 来山讲情 因此 释放你 父子三人 戴姑 亲解其父 英王站起来 要亲自给圣女松绑 段红亮赶紧过来了 小弟代劳吧 但是圣玉明白 如果说自己这次出山 恐怕建山蓬莱岛 要加害三庄百姓 建山蓬莱岛 要火烧段级庄 下回再说 好 shake 快乐 拥干 谢谢 放等 平 露岛